嗨,你好,我是神君邦医生 我是王嘉宁社区医疗中心二科的医生 今天我们要讲定期体检的重要性 很多父母关心孩子身体和心理方面的成长 定期体检可以确保孩子的健康 当孩子来到诊所的时候 我们的医生或护士会帮孩子做身体检查 确定孩子吃营养的食物 还有确定孩子的行为方面是正常的 我们要确定孩子在不同年龄打了他需要的疫苗 在孩子开学之前 孩子需要打麻疹、风疹、三线炎、破伤风、白日咳、白猴和小儿麻痹 其他疫苗孩子需要的包括流感、水痘、甲型肝炎、乙型肝炎、乙型流感和双球菌 听起来孩子需要打很多疫苗针 但是有些疫苗我们可以混合给孩子一起打 这些疫苗针可以保护孩子免受疾病感染 确保他们身体安全 通常两到四岁的孩子需要每六个月做一次定期体检 在幼儿园、小学、青少年的孩子需要每一年做一次定期体检 父母带孩子来健康体检以前 要写下他们对孩子的健康的问题或疑问 还有要带孩子需要的学校的身体健康体检的表格 课后班的表格 或者其他他们需要的表格 还有父母要写下家庭的健康历史 包括心脏病、运动气短或者晕倒方面的问题 那也要写下孩子身体的问题 有没有开过刀啊 或者有没有对什么过敏这些的历史 当天孩子来体检时 记得要带上你写上的这些问题的小纸条 表格、孩子吃的药 还有其他的维他命他现在在用的 最后如果你有任何其他孩子健康方面的问题 请打电话到我们诊所 联系我们的儿科医生 需要的孤土 什么历史 intellect 等于是 一些清风 想要 都会 是不是 我们 把 我摆了